超小 我覺得那個 要很嬌小的女生耶 所以有人說第一天超輕鬆的 有那麼輕鬆嗎 好好喔 小夜哥得到救援 小夜 小夜 小夜你還好嗎 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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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玩什麼 太厲害了 我們今天已經爬山爬到了日本來了 沒錯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就是日本的熊野古道 這是我夢幻的古道 為什麼夢幻 因為我很想走朝聖之路啊 但是西班牙一走就要三十幾天 所以我們就決定先來日本走熊野古道 所以呢熊野古道跟西班牙的朝聖之路 其實他們是姐妹道路 如果你兩邊都走完的話 它是會有一個證書 就代表你兩邊都走了 然後你會拿到一本手帳 就是你可以蓋所有的章 蓋完章之後它會讓你證明 證明你走完了熊野古道 然後你再可以到西班牙去 然後一樣走完之後那個證就會有兩個 就是你完成了的這個蓋章 而且我們在網路上做功課的時候 熊野古道它是一個千年的古道 所以它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就是我們爬山呢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好朋友跟我一起爬山 沒錯 但這一次我們重金 不不不沒有重金 重金禮聘都請不到的人 是真的請不到 各位我真的請不到啊 我邀請他要了非常非常多次 但他一直拒絕我一直不要 這一次他終於答應要來跟我們一起走古道了 我超開心的 各位女士們 讓我們歡迎 王小燕 對 因為小燕哥這以前都不跟我們爬山的 為什麼這次會願意跟我們來熊野古道 因為想說要試試看 第一次太慘痛的那個經驗 你說荷歡北風 被那個風雨狂刮臉 那天是因為就是起白牆 比較特別 但是身為第一次我覺得是有點痛苦 所以你掙扎了多年之後 這次又被我們就是說服了是不是 對 我真的很感動耶 對 可以氣死一下嗎 可以不要嗎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在朝聖之路第一張 第一張 第一張 哇好漂亮喔 田邊市 可愛 好啦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如果呢要來買車票 到那個龍靠 龍靠 我們日文不會念 我們就跟大家講 就是要登山口的位置的話 就兩種方式 一種呢就是直接可以在他們的這個 田邊市的觀光站裡面呢 可以直接找到 用機器直接先買票 先買票可能會比較心愛一點 你也可以直接上公車 對公車上面先取一張號碼牌 會看到比如說是3或者4 然後你拿這號碼牌之後呢 到每一站之後 你會看到 你自己拿的那個號碼牌的 號碼下面會多少錢 你就付多少錢 可是要記住喔 因為車上是不找零的 所以你就是 要準備好那個剛好的錢 再投下去 我們要上車囉 出發 我們今天一直沉著一個好緊張的狀態 剛還以為下一站下一站 突然都看到龍靠 我們要下車了 好過了橋 對面那邊就是熊野古道案內所 就大家如果來不及在田邊站買東西的話 在這邊可以買到所有蓋章的那個 手帳 然後左邊這邊就是入口囉 所以其實呢還蠻方便的 下了公車之後看到橋右轉 然後就可以來到安內所 然後對面就是起點囉 你不覺得他這兩個很基本人嗎 這兩個你剛剛見過啊 你剛剛早上不是要見到兩個嗎 那兩個比較漂亮 古道的一開始就發現這邊有什麼 緊張 可以改裝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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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輕愛的 蛤 你們現在是不是覺得你們走錯路了 我們現在有點迷惘 為什麼 是要往那呢?還是要走這個山洞呢? 這邊看起來像一條路 這邊看起來像一個洞 那你覺得正確是哪裡? 可是這個洞是可以走的 我看裡面是有空間的 喔真的嗎? 對 其實呢 那裡是可以走的 真的啊? 那裡呢其實呢 就叫做胎內道路 喔就是那裡 然後最主要呢就是呢 它就像是人呢 從媽媽的子宮裡面 重生出來 所以鑽的過去呢 過去就是重生的意思 他 他還那麼小 要重生 我是不是想要重生 我走道路就好 你看這個人 他真的是巴骨出來的耶 好好笑 自己搞這麼累嗎? 剛剛是誰說 每天有很多人經過 超小 我覺得那個 要很嬌小的女生耶 你沒有背包 可能用鑽的 沒有背包的話 有背包根本就不可 我們就從旁邊繞過去就好 加油 熊野湖 剛剛一開始就是爬坡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好熱喔 我必須要說 我們現在是八月中 但是是我來日本最熱最熱的一次 到了 這裡有 不請王子 不請王子 很快耶 走大概差不多 600公尺 就會到不請王子 蓋裝處 來不請王子 請蓋裝 來 好啦接下來過了建山了 一路好走囉 一路好走 不是啊 就是接下來的路都很 一路順順走 一路順順走 會不會講話啊 對不起 因為建山是 我們這次來的路線 算是比較陡的路 到建山就會開始變比較長 就是從等於你開始走 又一路爬坡爬到 就是最高的地方 然後我們約莫就是 連拍攝連走 一個小時到最高 然後現在開始下坡的話 可是我的主場囉 好夠囉 show time 小葉 走了三公里了 現在是什麼感覺 累 很累嗎 對 想不想要休息 要休息喔 休息一下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老婆還好嗎三公里了 還好 OK的 兒子說說好的不跑呢 哈哈哈哈 加油加油到頂了 加油 是不是到平台了 耶 吃飯還沒到那個啊 神社還在前面 神社還在前面啊 他在前面一點點啊 你看前面有旗子了 旗子在前面啊 好可愛喔 高原熊野神社還有200公尺 好熱喔 好舒服 舒服 舒服 喔好漂亮耶 喔在這上面 這個 這個橘木 好美喔 好漂亮喔 這可以喝嗎 可以啊 它只是在你附近的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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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啤頭很看我都已經卸妝了 因為我們剛剛真的太熱了 大概洗了八次臉吧 我們都汗收拾 然後我們現在要在高原熊野神社 準備吃午餐 我們找了一個 巨樹前的一個 做的地方 我們發現我們休息錯地方了 對啊 所以其實過了神社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對 啊 對 下次我們走過之後 大家下次來就知道了 對 神社晃一晃來這邊休息 不錯喔 能有個飲料可以喝 很開心喔 超開心 高原物農里前 高原物農里 妳會講日文喔 對啊 好厲害喔 厲害耶 點菜靠水 然後到了這個休息站之後呢 休息區 對 要往這邊走喔 進入王子 對 往進入王子 還有我們今天晚上 今天的終點就是要走到 進入王子 我們還有9.2公里 你看這裡的水 你剛剛買水了160 這邊的水只要100 100円 它都賣得好便宜喔 它賣得很便宜 比剛剛投幣還便宜 100円 你們有個好處 看了我們的影片之後 你們就知道 不要急著買 就是過了休息區之後 再往前走 有100円的飲料 還是差不多 欸老婆老婆老婆 妳不覺得這裡很適合一個東西嗎 怎樣 這裡很適合 金斧頭鷹斧頭耶 金斧頭鷹斧頭 對不對 這個湖 在這裡 然後妳很像到這邊 然後妳的斧頭掉下去 然後就問 金斧頭鷹斧頭 不是家民湖女神 是妳要掉找妳的斧頭 是是是 小鏡小心喔 小鏡小心喔 可以 加油 我們從出發到現在 我就剛剛一度有拿出來拍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爬坡很喘的時候 我就沒辦法拍 所以有人說第一天超輕鬆的 有那麼輕鬆嗎 好像 我覺得沒有那麼累啊 兒子說話 有這麼輕鬆嗎 我覺得不輕鬆 你那個抄馬回來的 你不能這樣子啊 你不能把我們等級這樣子啊 用Google上面的時間 其實基本上不可以信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用平地的時間 可是這次其實有高度的 因為Google說我們大概差不多 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之間 左右會到進入網址 叫他自己來走看看 對 所以官方是寫八個小時 但是我自己測的話 我覺得大概六個小時是比較 popular 就是大家都可以完成的一個時間 所以加油 好 剩下三公里就是下坡囉 好 乾杯 嗨 好 現在呢 我們到牛馬童子 牛馬童子 我們現在到的時間呢 已經花了五個小時了 那後面還剩下七百公尺 就可以到 我們今天要休息的 進入網址 然後這邊呢 牛馬網址呢 就是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可是大家要注意喔 它只有到下午的五點鐘 它就關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五點鐘 它已經是 準備要關的一個狀態 然後 我們在這邊稍微小小的 讓小葉休息一下 因為小葉的水喝完了 辛苦了啊 小葉 現在感想如何 很渴 很渴 會很累嗎 就是很渴 所以很累 喔 因為水喝太少了對不對 水喝太少 肌肉脫水 你就會很容易累 所以要一直補水補水 那代表你的喝水量 比我們大很多 兩公升對你來講不夠 明天我們要想辦法 再多帶兩瓶水 加油寶貝 快到了喔 我們今天要做的 要做的金爐王子 就在這裡了 第一天的朝聖要完成了 老婆 你看我還像那女的嗎 很正啊 你現在像是一個運動的女生 好想喝可樂 你要從馬路這邊上去 只有一段路 現在夕陽了耶 這段路其實很漂亮耶 怎麼這麼可愛啊 我們到了金爐王子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了 先來蓋個章 其實我覺得 在日本爬山很幸福的 就是其實你走一走 會有村莊 會進入一下村莊 再進入山林裡面 所以其實村莊的話 都可以幫你稍微小補一下 好我們要從這邊走過去 可以嗎兒子 可以 走 兒子走 那裡那裡蓋帳在那裡 欸我們好酷喔 因為我們是在 要掉下去喔 在進入王子這邊 然後他們民宿老闆 居然知道我們在這裡耶 我們正在蓋章 他發現我們 然後來接我們 好好喔 小葉哥得到救援 小葉哥我們少走了四百公尺 耶 耶 我覺得大家如果要來 走熊野古道 第一天真的 最好就是在進入王子 就在進入這個地方休息 然後這間民宿 我覺得是強推 強強強強推 鵝畔旁邊吃早 吃晚餐耶 好讚喔 看這麼多 太晚了耶 小葉 你還好嗎 你走路怎麼變這樣 這房間在日本真的算大耶 小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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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葉你還好嗎 小葉哥今天13公里 明天是26公里耶 小葉哥 直接死喔 直接下去 直接下去 我的腳很痛 我聽到了 但是我會繼續加油 因為為了我的孩子 我會加油 媽媽會加油 幹嘛笑我 致敬 致敬 明天就是我們這趟熊野古 到的long day 我看你會是什麼反應 我就看你最好 還是像我這樣繼續笑我 你看我水泡破了 超飽 我這裡也是有一個派遣 紀小姐你這個哪裡叫泡 你這個叫脫皮 破了 不是 不是你這個叫脫皮 水泡破 這我真的是水泡啊 水泡不是這樣 這個是啊 這個就是了 這個就是小水泡 要戳破了 要戳破我的指甲 那我就穿囉 這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午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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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主要是這樣 好美喔 這就是我們的房間 我們昨天晚上住這裡 這是溫泉區 然後這中間這邊還可以曬衣服 你看這景有多漂亮 這民宿強推 真的很棒耶 我跟你講我今天 今天早上我去這邊 跑步了一下 我又看了一下環境 這家民宿真的是 view一級棒 因為它就在河邊 然後呢 它的服務又超好 然後又有溫泉 然後吃的又好 那溫泉很讚 我強烈推薦大家到進入王子 一定要住他們的民宿 我們做這一段路真的 超感動的 我們大概少走了一大段坡 從民宿出來 然後他會帶我們 到我們今天的登山口 然後是不是開心嗎 開心 小葉哥 旁邊 旁邊 旁邊很羨慕我們 因為我們是坐車 他是要走的 他是一路坐上來的 掰掰 他們是兩夫妻 在經營這一間民宿 然後我覺得他們兩個 真的弄得非常的貼心 然後也非常的乾淨 也很有質感 這個小子 他忘了拿他的耳機 老闆現在回去幫我們拿 我們在等耳機 你看現在已經八點半了 我們本來應該要八點 就可以走了 我們又等了半個小時 兒子 待會爸爸說 跑起來 你今天整個裝扮是爸爸 平常跑步的裝扮耶 真的喔 代表你待會可以飛起來了 Oh my God 好 川湯王子 我們居然是從川湯王子出發耶 湯川王子 因為其實剛剛民宿的老闆 他呢 看我們東西又辣 然後呢 又出發的時間又晚了 所以他直接說 我幫你載到這個地方來啦 因為他怕我們趕不上最後一班巴士 這老闆真的太好了啦 太好了啦 五顆星推爆推爆推爆 目前為止我們從出發到現在 只有剛出發的時候 大概有一段爬坡 然後之後呢 都在林蔭裡面走 然後就是緩緩的下坡 或者是平路 所以今天其實都還蠻chill的 目前為止 好第二天的一開始 你有什麼感覺 感覺媽媽走變慢了 那你呢 我覺得我走變快了 你覺得你現在狀況如何 沒有到很累 今天我看你 步伐等等的 好像都還不錯 對 可以齁 可以 我覺得年輕真好 為什麼 我兒子才第二天 已經像個小向導了 真的耶 他一直在在前面耶 他已經扛起你的工作了 我有我爸的基因 對 人是會習慣 只是你做過一次之後 你才會發現很多事情就不困難了 他有你的基因 但是他有我的心底 我的心底是不好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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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確是比較焦重一點 你們居然要欺負小公主 所以你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這裡好漂亮喔 你看 你看雲都沒有耶 真的也好漂亮喔 最漂亮的在這裡 最漂亮在 昨天那個真的是石頭了 已經就是 你可以對鏡頭比出你的一個手掌嗎 請看 有那麼輕鬆嗎 哎唷 昨天那個 現在這個是不是算好的 算好的 這裡有一個耶 迂迴路 可是這邊有一個網子 它這邊有寫open 有open嗎 有 他會請你打開它 真的好不gentleman 我兒子剛剛不好拉著耶 我是要拍一下 讓你有畫面 不需要 一姐 都是你害的 哈哈哈哈 自從我老公跟你跑過了之後 我們現在只要下破皮路 全程都要用跑的 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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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蛇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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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我要在留我的感想 補青葉 兒子第一次和我們爬山 開啟了朝聖之路 下一次希望可以順利 完成西班牙朝聖之路 一路平安順利哦 好想玩水哦 我們要往周比王子 好香哦 不久回去會燒 燒很多 我覺得他們家的麵包好好吃哦 五、六 好美哦 好 哇這個好美 這個現在應該是枯水騎水很少 不然如果旁邊是河流的話 哇這段很漂亮 就是我的愛 這裡 再一次再一次 我會說 這裡 我會 我會 這個是兒子堆的 哦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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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中邊路的發新門王子 然後其實接下來後面的路都很好走了 哦 對後面的路就是我們一路要走到那個熊野本宮大社 這是我們今天的終點 我真的小髒罵髒話耶 玩攝影師哦 哦 哦 最後0.4 快到了 快到了 馬上就到了 go long day over 爸爸你也在鏡頭裡哦 嗨我知道 但是雖然今天本來我們以為是long day 總距離多長 23 23 哎呀 其實也走蠻遠的 對啊也走蠻遠的啊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覺得整個速度啊 什麼各方面的都還蠻好的 因為第二天的路都比較沒那麼懂 對 第一天老實講真的有點累 好啦我們快到了 最後200公尺吧 雄野本宮大社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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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熊野古道的一路啊 它就是走一段走一段 它地圖上面也會標示 哪裡可以蓋上 你看我們今天的 還有昨天的 我們到了 熊野本宮大社 這次呢他們說呢 我們這個 走中邊路呢 會有熊野山山嘛 熊野山山呢 就是熊野本宮大社 熊野樹域大社 跟熊野納治大社 然後我們明天就會去 樹域大社 然後最後 我們會到達納治大社 這個城市很大耶 這個城市很大耶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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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來了之後 它的那個氣氛 就讓你覺得很寧靜很沉澱 溫泉 昨天我們住在這個 湯牛楓溫泉呢 它已經是1,800年前 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之一 所以呢 其實它的溫泉泡下去真的好舒服喔 泡完皮膚都滑滑的 而且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喔 爬完山之後 你先用冷水沖沖你就是疲憊的腳 然後下去泡湯的那一刻 你真的覺得Oh my god 我升天了 因為今天其實是我們的休息日 然後但是也不說完全休息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走中邊路的話呢 中邊路要到樹域大宮那個地方 有一個很特別的朝聖之路 朝聖之路都是在路上走的對不對 如果你要去樹域大社的話呢 其實你是可以坐船去的 喔 今天我們要走水路 對 我們要從水路去朝聖 OK 走 其實在公車站牌後面啊 就有一個Tano峰溫泉的公眾浴場 所以如果在這邊你沒有訂到有溫泉的這個飯店的民宿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到大漁場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們這邊應該我自己看了一下 因為其實大家看一下 他路上其實蠻少人的 就這個地方其實不是一個觀光的地方 只是一個很古老的溫泉 所以人其實不多 然後房間也不是說都有多好這樣子 就是可以住 然後我覺得主要應該都是登山客 天然的泳圈 然後下面呢就會有人在那邊 那裡有一個籠子 你可以把蛋放下去煮 其實還蠻有趣的 喔 很燙 很燙耶 你不要以為他好像看起來綠綠的很清涼的下去 會熟一下 這整條溪流是燙的耶 我們現在到了大災園 這大概是我們蓋章裡面最輕鬆的一個章喔 因為坐Bus到門口 坐Bus到門口 然後呢 我們呢就沒有流汗 又不會臭臭的 你知道他多高了嗎 34米 是差不多11層樓高 我們還小看他了耶 對啊 我們剛剛還說什麼6層的 但他真的看起來好高 他是全日本最大的鳥居 反正大家就知道這個熊野古道的 道農駅 就休息站 駕車完了之後 一個櫃台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直接去坐牢了 去坐得起 你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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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上車了 要上車 要回去了 對 他說他本來是沒有進來的 讓我們來拍 OK Let's go 這是我們今天的房間 休息日的房間 我們就訂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這邊呢 這間飯店叫做富士屋熊野本宮這個地方呢 最老的飯店 有360年的歷史了 對 所以他這裡的湯呢 也是很老的老湯 然後他 嗯 他前面就有一堂溪耶 然後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人家在這堂溪裡面玩水 我們現在互不及待想去泡水 趕快趕快換衣服趕快去 快去快去 走走走走 是不是有溫泉 那就是溫泉啊 就是你可以跳到溪流是冰的 又有溫的又有冰的啊 這個是我去過的演戲裡面最寬的 這種爬山的行程 太爽了吧 太棒了吧 我會自己把這段影片寄給熊野古道觀光局 我就成為他們今年熊野古道的代言人好了 太棒了 太推了 那個日本先生推薦我們說 那一池 讚喔 因為他42度 42度 走走走走 42度好像不行 42度就真的是有熱了有熱了 喔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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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水好燙喔 好舒服的溫度欸 如果你們要來這裡的話 下午真的不要去坐船 我就應該三點兩點就來這裡玩 然後一直玩到天黑 坐船的錢省起來 聽我的這個沒錯 就來這裡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他這麼開心嗎 因為 怎樣 這邊是你的 還在想要不要來給我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以為 等一下 嗯 哈哈哈哈 我會不會 喔齁 我會不會 啊 有些人